起初是刀鏡頭 後來刀晶片 再來是刀傳輸速度 蘋果告訴我們 刀是這麼用的 大家好 這也是TekTeller科技說你的科技變遷 我是River iPhone 15的發表會剛剛結束 我們團隊也用最快的速度幫大家整理 那想用3C科技提高你的生活品質嗎 那記得先訂閱TekTeller科技說喔 首先iPhone 15一樣有四個型號 無印版的iPhone 15 再來是15 Plus 15 Pro 15 Pro Max 我們這裡直接整理一個表格 讓大家可以更快速知道 這四支手機差別在哪 以及分別都升級的哪些部分 我們先說升級的東西 和這四款機型的差異 這次引領期盼的充電孔 終於換成了USB Type-C 在這刀法就先展現了 15、15 Plus 只有支援USB 2.0 也就是說最快只有480Mbps 和以前的傳輸速度完全相同 蘋果說15 Pro、15 Pro Max 支援USB 3.0 就提供的數據可以達到10Gbps 看來是支援USB 3.2 Gen 2x1 接著是大家關注比較少的 超寬屏無線技術 這次升級的第二代 超寬屏技術在傳輸資料速度 會比藍牙、Wi-Fi更快 而且功耗更低、更安全、受到干擾更低 更重要的是定位系統可以更精準 但 Pro 系列增加這個TRADE 這個功能也是首次在智慧型手機上出現 你可以想像成它是自有的網狀網路 未來控制智慧居家不需要透過主控設備連接 它可以自行串接每個智慧居家 15 和 15 Plus 的鏡頭都升級成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跟之前介紹的一樣都是四合一像素感光元件執行 常駐會是2400萬畫素成像 所以一般拍照就是2400萬畫素 15 Pro 的相機本身沒有改變 15 Pro Max 從 3 倍的望遠提升到 5 倍光學望遠 最高可以提供 25 倍的數位變焦外能 還可以利用主相機加廣角雙鏡頭拍攝空間影片 重點是 15 Pro Max 可以拍攝 ProRes 4K 60fps 的影片和Log 錄影 並且可以搭配外接硬碟去寫入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你的手機本身容量不夠的問題 機身材質只有 Pro 系列從不鏽鋼換成航太等級鋁金屬 15 15 Plus 走的色系粉紅黃綠藍黑走的是比較年輕活潑的色系 15 Pro Pro Max 太原色藍白黑走的是比較質感路線 我自己比較喜歡太原色和粉紅色 但如果要在這兩個顏色選擇我最喜歡的 抱歉我會選粉紅 太好看了 我期待 Google 推這個顏色 謝謝 處理器部分 15 15 Plus 採用是 14 Pro 系列的 S6 晶片 15 Pro 系列採用是全新的 S7 Pro 特別加了這個 Pro 我自己猜明年大概 16 16 Plus 會採用所謂的 S7 5 Pro 版本吧 S7 Pro 相比 S6 帳面上是多了一顆 GPU 所以整個發表會不斷的強調這顆晶片在遊戲上的體驗會更加流暢 劉海也確定從 iPhone 15 系列開始消失 全部用上動態導 相信未來針對動態導的應用會更多 接著是 Wi-Fi 的部分 15 15 Plus 依然只有支援 Wi-Fi 6 但是 Pro Pro Max 支援到了 61 61 可以支援最新的 6GHz 的網路 可以看 8K AR VR 也確定這個頻段台灣是可以支援的 當然 61 有不同的頻段 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些許的差異 最後是這個按鈕 原本這個位置的按鈕是一個切換靜音鈴聲模式 Pro Pro Max 系列更換成所謂的動作按鈕 這個按鈕可以想像成是自定義的按鈕 目前的支援基本的靜音之外還有霧擾 相機 手電筒 錄音等等 9 種快捷鍵 再來是這個容量的部分 15 15 Plus 都是 128 到 512G Pro 多了 1TB 的選項 Pro Max 則沒有 128 這個版本 重量 15 和 15 Plus 跟上代差異不大 少了 1 到 2 克而已 Pro 跟 Pro Max 相比上一代都少了 19 克 續航照面上跟上一代一模一樣 但實際的表現還是要等到時機才可以確定 最後是無線充電的部分 支援 MagSafe 和 Q2 無線充電 售價部分 15 是 29900 元起 15 Plus 是 32900 元起 15 Pro 是 36900 元起 最後是 Pro Max 是 44900 元起 接著是 Apple Watch 9 和 Ultra 2 S9 多了粉紅色 螢幕亮度提升到 2000 尼特 Ultra 2 的部分螢幕亮度提升到 3000 尼特 高度可以升到海下 500 公尺 高至海拔 9000 公尺 還有新增休閒水費 自由潛水功能 兩款都支援 Watch OS X 的系統 第二代超寬頻技術 也有支援沒有網路下可以呼叫 Siri 那你問我最推薦哪款 我認為只有 iPhone 15 Pro Max 可以買 至於其他款呢 需要深思熟慮啊 這就是這次蘋果發表會的重點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為我們熬夜 趕工 按個讚 並把影片分享出去 歡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交流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See you